香港的聖誕有沒有氣氛 其實是很方便他們的 因為本身weekend就是聖誕節 我們是假期 對於大陸人來說都是假期 這個假期正正就是香港人的聖誕節 香港的聖誕節 本身在大陸就不准過聖誕的 但其實應該就很有氣氛 但反過來 我自己看你老是不是 你老是整個深圳所有商場 尤其是萬象城那些 是充滿著 是擺盛聖誕樹 很多那些妹妹就去做聖誕女郎 cosplay 是很好看的 不過隔壁就是有人維權的意思 哦 即是你說在哪裏 深圳萬象城 深圳萬象城 嗯 但不是啊 我現在看自由亞洲的報導就說 大陸很多地方都出現 拒絕過聖誕節 甚至乎 你說以往深圳就不包的 但現在深圳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年 你剛才說說今年 我說今年 我看你老是不是 你老是都是在說昨天前天的帽子而已 因為現在在大陸 不是說從嚴自教 即是自基督教 天主教這些 怎麼從嚴自教 你一到聖誕節就要嚴打聖誕節 那他說廣東、福建、黑龍江等地方 學校和幼稚園 都反而過來要求學生和家長拒絕過聖誕節 即是你的老師 透過你的兒子 就跟你說不要過聖誕節 我們要保持文化自信 不要盲目地跟從其他國家 去過這些節日 即是這樣說 如果你看是沒有任何矛盾的 你講學校 你講教堂 你老師那邊也有講 例如上海裏面的教堂 北京裏面的教堂 今年就是被警察嚴打的 甚至是說那些外國教會 即是說自己有 都被人嚴打的 那些公安、國安都守著門口 是啊 就不讓你在裏面 就是怎麼說 就是叫口號 什麼 就是尼薩那些很少叫口號 但反過來 如果你看回商場是不算的 商場裏面 即是上海的商場 深圳 你說什麼萬象城 那些就充滿著聖誕氣氛 因為在開放 開放給外國人的 開放給香港人的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這件事是 哦 即是你說商場那些是對外開放 但是自己有的地方 就要嚴打 即是在大陸的教會 就不讓你唱聖誓是嗎 嗯 這樣 那他就說 其實那些地方受限那些 就好像什麼雲南省的 一個物業管理公司 他說外來的傳統 不應該被盲目追隨 應該對文化有自信 所以要求 這個雲南 會要求商場的租戶 就不要賣聖誕卡 又不要賣相關的物品 也都不可以掛飾物 那麼深圳的物業管理公司 也都發出出唱意書 深圳的某間物業管理公司 就發出唱意書 就說 要求店舖 就不准出售聖誕節 和平安夜相關的禮物 賀卡平安股 也都不准商家在商場店內 懸掛節慶的裝飾物品 這個我就不知道哪間了 物業管理公司 但是他又沒有開名 那你就萬象城 可能近香港 就是專門做香港人生意 他就不受影響了 或者是物業管理公司 就照發出來 你習近平叫我做 我就做 照做要求 你的商家 但是你的商家 可以不理 總之我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上頭交差 你叫我做 我就做了 那這個就是 東莞口街 口街 以往來講 好像刁文牛那些 就經常去玩 就說很多美女 現在就不服當年 一間開研學校 就說向那些學生家長發出 弘揚傳統 不過洋人節 這個真的是 你說大陸是這樣 以後香港會不會都是這樣 他是透過你的子女 就向你發出 不要過洋人節的倡議書 你這張通告要被媽媽簽名的 不要過洋人節 要穿華服 這樣行不行 穿唐裝最好 低控 這個聖誕節 這個叫做基督教中國化 要搞基督教中國化 平安夜 聖誕節是西方國家的傳統節日 對國外的傳統文化 要了解是應該的 但是我們不應該唱道 盲從遵循 盲目終遵 哈爾濱 勝利小學 你看到很多學校都是這樣 學校是這樣的話 應該是黨委要求的 針對學校 發出一些有政治傾向性的倡議 都多數是黨委要求 黨委要求 就是中共要求學校這樣做 他就說 平安夜那天 河北河南 福建天津的教堂 都有警員看守 不准喊口號 不准有大動作 便衣 便衣境 要在教堂內來回巡視 一定要說 在大陸 一定不可以受外國勢力支配 所以這些是零件緊張 那怎樣呢 如果你說基督教中國化 是否應該這樣呢 Mowry Christmas 這樣行不行呢 以往有人這樣玩 基督教中國化 其實是很笨 因為現在你說 要谷大的內需 你谷大的內需 你過聖誕節 其實現在就沒有什麼 宗教意味 其實純粹給大家 出來狂歡消費 等於那些雙十一 大陸佬 搞個雙十一 光棍購物節 那什麼叫Xmas 為什麼叫Xmas 因為Xmas 其實就是一種 政治正確來的 Xmas 好像基督教意味 有些不是基督教的朋友 你又要慶祝公眾 公眾假期 有些人不是很喜歡的 又不叫你過佛誕節 總之就不要搞了 不要說明那個是Quiz 不要說是Christmas 我們叫Xmas 總之那一天就純粹開心 其實在西方國家 也叫Xmas 現在很多都是 不止 如果 看看我們那些 移英教師group 都有說的 有些學校 英國裏面有些學校 因為回教徒 佔多數 那一天 他們都要照上學 要不就是你這樣 我覺得很好 你 起碼聖誕節 你可以叫人們消費 年底 開開心心 那你又要 內需發揮 引擎作用 你搞內循環 那你現在打擊聖誕節 又不讓人掛聖誕燈 你少個地方打卡 那你的消費氣氛 沒那麼好 那本身就應該下來香港的 相對之下 那你在大陸 你不讓聖誕節 那是否可以變相做中國化呢 如果你說把聖誕節中國化 又很合理 因為毛澤東 就在12月25日生日 他真的是中國人的耶穌 你知道嗎 他是中國人的耶穌 很好笑 這個就是 磨勢 我又見習近平好像是今天 就是領著一班 那些什麼 他一百三十周年無誕 一百三十周年無誕 他領著一些政治局常委 一個二個排隊去見毛澤東 其實這個很不老禮 聖誕節見老毛 不是啊 整班政治局常委去見老毛 是件好事來的 對那些大陸人來說 我先找找 習近平見老毛 他是去看毛澤東那條詩 在北京 在人民大會堂對出 可以去看老毛的詩 人民英雄紀念碑 對面那家人民大會堂 港台也有報導 看老毛 我很想快點去見老毛 整班一起去見老毛 其實是最好的 他強調 對毛澤東最好的紀念 其實應該過毛誕 應該是 因為這個真的是毛誕 毛誕一百三十周年 嗯 那你就是 人家這個 人家這個 我們西方 聖誕節 你吃火雞 火雞 我們可以吃這個 無事紅燒肉 我記得不知道 湖南辣魚 湖南水煮魚 湖南菜 吃湖南菜 其實是 吃湖南菜 你叫了這個 基督教的中國化 你叫那些教堂吃這個 紅燒肉 有的 在大陸很流行的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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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給我 吃無辱 吃無辱 是啊 整條毛澤東的絲 走上來 整隻乳豬 我還不吃無辱 你去拜見 大哥 你應該不爭在 開了餐 嗯 他就說見了毛絲 見了一個毛澤東 然後他就說什麼 他就說 習近平在座談會 又搞了座談會 毛澤東 固自然就是 一代為人 我們要謹記毛澤東的教訓 要堅決防止任何人 任何方式 從台灣分裂出去 你不說油自好 這個 崩口人記崩口換 你說毛澤東 你提毛澤東 然後反台獨 這個 其實早幾年 已經被人揭出來了 老毛以前是贊成過台獨 你不知 你不知 不出奇 老毛甚至是贊成過雙獨 因為 他前年 就是中共 國台辦發言人 朱鳳蓮 就點名 由石坤 散播台獨言論 之後 有個教授 在台灣的教授 叫做李之鋒 這個不是叫李之鋒 他就說 不是啊 李小鋒 不是啊 中共以前都贊成台獨 尤其是老毛 老毛自己說的 老毛那時候是怎樣跟美國學者 叫Ager Snow 裡面有一個紅 就是這個 《Red Star Over China》 一本書裡面 記錄著他跟老毛的對話 就是 問他 中國人民 應不應該在日本 大國主義手上 收束所有失地 他講完這番說話之後 他就說 我們一定要在長城以南的主權 收復我們的失地 這個就是 滿洲必須要收復 但是 我們不僅 要將我們以前的殖民地 包括 朝鮮包括在內 不把中國 朝鮮算不算的 就是中國殖民地 Anyway 他就說 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之後 達成獨立之後 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擺脫 日本帝國主義的家屬所 我們就熱烈歡迎他們 支援他們 爭取獨立 這件事同樣適用於台灣 這一點來講 就是支持台獨 首先 反日 就支持他們獨立 因為當時 日本 即是日本就是在管治台灣 台灣和朝鮮 所以首先支持他們的台獨 爭取獨立 之後 其實他支持台獨有兩個階段 第一就是抗日 第二個階段 就是抗日成功了 國民黨 就躲到台灣了 所以他第二階段爭取台獨 就是反國民黨政府 而爭取台獨 支持台灣獨立 擺脫國民黨的獨裁統治 講到尾就是要建立 好像蘇聯一樣 建立一個中華加盟共和國 首先這件事跟普京一樣 支持烏冬 東巴斯人民爭取獨立 獨立完之後就加入俄羅斯聯邦 克里米亞就是做這件事 他現在就是這樣說 你講過的 老母支持台獨 所以 以後有人在反 用中國 用台灣永遠從來都是中國一部份 所以 我們就應該反對台獨 很多人 就拿回毛澤東的說話出來 舉著紅旗 就反紅旗 他說 今天找回82歲的毛軟生 老母不僅僅有個毛軟生的側 老母有個兒子 有個白癡仔 那個叫什麼名字 先看看 毛... 毛...毛生魚 毛生魚 其實不止的 張玉鳳好像還有一個兒子 毛生魚 有個問題 因為早兩年前 人們就說他去北韓 去旅行死了 突然間 好像不知什麼意外 就死了老巡 但是 之後 很多人就見不到毛生魚 已經 很久都不見了 有沒有人找到他的下落 就說他在北韓死了 但是幾年我也不見他 他說 死於車禍 在2018年的時候 半將軍 去了一旁 無生魚 沒有去朝鮮 他就說 什麼死訊 什麼車禍 是謠言 但是很久都沒有見過他 我懷疑是真的 這個 Anyway 我先說這件事 然後 總之整篇文章 就是反對台獨 我們紀念毛澤東 就是反對台獨 因為 現在對於老毛 對於鄧少 對於習近平來說 他高舉毛澤東思想 高舉紀念毛澤東 然後反對台獨 反台獨 去爭取統一台灣 才是他會有唯一的執政的正當性 現在是沒有事情搞得到 經濟搞不定 外交搞不定 台灣都搞不定 現在剩下的 他支持自己唯一一個 第三期的執政 就是台灣 所以你說什麼都好 他都說要反對台獨 但是以老毛來說 就很容易被人踢爆 因為老毛當時 真的支持過台獨 對嗎 另外